那我們在上一次上個跟各位提到 就是說有關Hash function的設計 這個Hash function的設計基本上它有三個要件 三個準則 也就是說你這個Hash function的計算的 過程要越簡單越好 不要用一些太奇怪太複雜的公式 去表達一個明明用很簡單的公式 就可以去運作出來這種能力 不需要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碰撞的發生盡可能的少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在做所謂的Hash function的設計時 那這個時候它的碰撞產生的這種 這個機率就讓它越低越好 第三個的話呢 你這個Hash function 不要造成你Hash table 有所謂的局部儲存的這種情況 因為如果有局部儲存這種情況的話呢 一則你有其他的儲存體空間被你浪費掉 也就是說你在Hash table有其他的儲存空間被你浪費掉 第二個 因為你過於集中存放在某一個區間 那你會造成你的資料的這種碰撞會產生 原因就是因為你在集中在某幾個bucket 某幾個的桶子上在做資料的存放 所以說你的碰撞就很容易發生 碰撞一發生多的情況之下 就會產生overflow 就會產生所謂的異味 這是昨天跟各位提到過的這個議題嘛 好 那基本上來講 今天這個Hash function這三個設計的準則 它會引發出兩個不同的名詞 它這兩個不同的名詞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誒 什麼叫做完美的雜錯函數 什麼叫做Perfect Hash function 對不起 什麼叫做完美的這種雜錯函數 那這完美的雜錯函數的話呢 基本上它的來源就在於我們前面的第二個準則 我們的Collision 我們的碰撞要盡可能的少 也就是說假設你設計出來這個雜錯函數它是很完美的 它是很Perfect 代表說你這個Hash function絕對不會產生碰撞 絕對不會產生碰撞 OK 基本上來講這個完美的雜錯函數 一看這個名詞你就知道很難設計啦 很難去達到這樣的要求 當然它很難達成不是說它沒辦法達到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設計出一個很完美的雜錯函數的話呢 有一個前提 假設說你要做搜尋的這一堆資料 或是你要做所謂的資料儲存的這一堆Data 你是事先已知 如果說你這些資料全部都是事先已知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透過這些資料它們本身所特有的特性 然後跟這些特性去設計出相對應的所謂的Hash function 那這樣的話呢 你要設計出一個所謂的Perfect Hash function的話呢 基本上就不難 可是前提是你的Data一定要事先已知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種資料形態它是屬於靜態的 這種所謂的Search 或是我們講靜態的這種Data 所以說它是屬於這種靜態的這種Search 靜態的這種資料 靜態的資料 OK 那如果說今天你的這些要搜尋的範圍的這些資料 或是你要儲存的這些資料 它是屬於Dynamic是屬於動態的 好它是屬於動態的 也就是說我隨時會有新的資料插進來 隨時會有舊的資料要送出去 這種動態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想要去設計出一個所謂的 Perfect Hash function的話 不可能 好就困難了 因為你不曉得什麼資料會送進來 你也不曉得什麼樣類型的資料會被丟出去 OK 完全不知道完全沒辦法掌控 所以說如果你的資料範圍 它是屬於Dynamic的這種Data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這種所謂的Perfect Hash function 你很難找到 當然啦 如果你的資料 如果全部是已知的情況之下呢 Perfect Hash function 有可能配影設計出來 有可能 好這是第一個 Perfect Hash function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Uniform Hash function 均勻的雜錯函數 這均勻的雜錯函數指的是說 你這些 你所有的資料 透過這一類的Hash function 你在做資料的存放時 你這些資料會均勻的散佈在 我們的Hash table裡面 會均勻的散佈在 我們這個雜錯表裡面 不會造成說 你這個雜錯表裡面 有一個 一部分的區塊 經常被用到 其他的區塊的這種 區塊的這種 bucket也沒有被用到 不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 這所謂的 Uniform Hash function 來講的話呢 它就是 希望就是說 我們這種Hash function 計算所得出的 這種Hash address 對應到 每個Bucket number來講的話呢 它的機率 都是相等 也就是說 它不會有所謂的 局部偏重的這種情況 OK 所以說 我們從前面的三個準則 我們可以衍生出 兩個 對Hash function的一個名詞 一個叫做Perfect 一個叫做 所謂的Uniform OK 這兩種不同的名詞 請你們稍微去認識一下 OK 好 當你們今天知道 所謂的Hash function的設計準則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真的去做 所謂的Hash function的這種設計 當然啦 你們想要去設計一個完全全新的Hash function Hash function也可以 那不過我們這邊有幾個 比較常見的Hash function的設計模式 可以請各位去做一個參考 一種叫做所謂的Middle Square 一個叫做所謂的 取Mode 取輸數 第三個叫做所謂的Folding Folding Addition Folding Addition 所謂的折疊相加 第四個叫做所謂的 位數值分析 Digit Analysis 所謂的位數值分析的做法 好 那基本上來講 這四種所謂的Hash function的設計來說的話呢 就是目前 算是蠻常用的 尤其第二個 很多一些比較簡單的 Hash function的議題來說的話呢 都是比較常用所謂的 Mode 取輸數的這種做法 來做一個處理 我們先來一個一個往下看 所謂的 Middle Square 所謂的 平方值取中間位數的這種做法來說的話呢 他是將我們要存放的那個值 或者我們稱之為那個key 我們取平方 先把它取完平方值之後呢 我們依照Hash Table 它的Bucket的數目 選取適當的中間數值 做為我們的Hash Address 那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底下馬上用一個實例 講解給各位聽 這樣子你們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比如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Hash Table 那這Hash Table的話呢 總共有1000個筒子 總共有1000個筒子 那我把它畫在旁邊 請你們看一下 比如說 我現在這邊呢 有 一個筒子 有一個Hash Table 那這Hash Table的話呢 有1000個筒子 有1000個筒子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這邊有1000個筒子來說的話呢 在1000個筒子裡面 第一個筒子 我把它編號是000 我把它編號是000 所以說我這樣沿路編號下來的話 對不起 002 997 998 999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1000個筒子 它的編號是 000一直到999 對不對 總共有1000個筒子嘛 所以說這1000個筒子 我全部都給它 分別給它一個編號 好 那這個時候 當我今天有一個數值 叫做8125 8125 那這8125就是我的Key 我的這個Key 好 那這個時候 當我今天這個Key進來之後 我想要透過一個Hash Function 而這個Hash Function 是所謂的 所謂的Middle Square 這種做法來說的話呢 那這個8125 這個值會被我存放到 哪一個位置上 會存放到哪一個Bucket上面 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來 首先我們第一步齁 我們先對這個Key值取平方 那這個8125取平方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 66015625 取平方嘛 OK 取平方 好 那你今天取完平方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已經先對我們的 這個1000個筒子 給它相對應的編號了嘛 對不對 那我請問各位一件事情 這些編號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 全部都是用實境位啦 那我請問各位 我這個Bucket來講的話 我是用幾個 幾個所謂的 實境位數來做表示 我每個Bucket的位置 是不是用三個實境位數 在做表示嘛 0到9嘛 對不對 三個位數嘛 所以說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看喔 我依照Hashtable Bucket的數目 選取適當的中間位數值 作為我的Hash address 也就是說 當我今天對這個8125取完平方之後呢 我將這個66015625 我中間我隨便取三個位數 來當成我的Hash address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 66015625 我從中間取三個位數的數字 那我可能會取到什麼呢 我有可能會取到015對不對 中間嘛 看起來很像在中間嘛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我取015 當成我的統治喔 這種Hash address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或是說你今天覺得 這個中間位置不太好 偏一點嘛 好 那這時候我可能取到156 156也可以啊 OK 我也可以拿這個156 當成我的 統治的編號 或是說我當成我們所謂的 Hash address 這樣也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此時你看 我這個8125這個數字 有可能會被我存放到015 這個統治裡面去 或者是被我存放到156 這個統治裡面去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 當我今天取完平方之後呢 我可以取中間的三個位數 三個時間位數 當成我的Hash address 所以說 我可能會取到156 或是我今天取015 也可以嘛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所謂的 Middle Square的做法 很簡單嘛 我們的數值做平方 平方完之後 取中間的位數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這是其中一做法 來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另外一種就是用 除法的方式來做 也就是取Mode 取餘數 那這表示方式就很簡單啦 當你今天有一個X 要存放到 我的這個Hash table裡面去的話呢 那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數值的話呢 就是X 那這個X的話呢 我就把它除一個 數值 叫做M 而且我除完之後呢 我是取餘數 取它的Mode值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會得到 我的這個X 這個數值 它的Hash address 它的Hash address 就被我取出來了 好 那這時候你看喔 這個時候 這個M 這個數值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根據你的問題 來做設定 你可以根據你的問題 來做設定 我們後面會有一個例子 然後我們會對這個M 來做設定 那只是說 我在挑選這個M的時候呢 我會有一些注意事項 我會有個注意事項 首先第一個 這個M 你不要取2 為什麼咧 你想想看喔 我今天這個X 那個是我不論什麼數值 可是我今天跟他做 所謂的取莫的惡證 往下做運算之後呢 你就應該知道說 不論你今天進來什麼數值的話呢 你所得到的余數是什麼東西 要嘛就是0 要嘛就是1 有不 不論你什麼數值丟進來 都是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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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看 你今天丟100個數值進來的話呢 就會有100個010101 代表說這些資料到時候 全部都撞在相同的桶子裡面去嘛 要嘛就是第1個桶子 要嘛就是第1個桶子 第1個桶子 第1個桶子在那邊 撞來撞去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那這個時候你的overflow 就會很多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collision 你的碰撞機會很大 所以說你的overflow 就會變得很多 可以嗎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 我要在取這個M的這個M 這個數值時 不要取2 那不要取2 那我要取什麼 基本上 會建議各位 取直數 取直數 比如說像 3啊 2啊 2不用取啦 3啊 或是像5啊 或是像7啊 或像11啊 這些都是屬於直數嘛 對不對 那直數是什麼東西 直數就是說這個數字會被 1 或是被自己除淨啦 這種數字就是所謂的直數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後面 我們就會有一些 類似的議題 來告訴各位 欸 這個M的這種做法 該怎麼做 M的這種取法的話呢 基本上其實蠻常用的啦 齁 那只是說在於這個M 你要怎麼取齁 基本上也是要看你的 barket的數目 我們來做一個設計 OK 好 那第三種做法叫做所謂的 folding edition 叫做所謂的摺疊相加 那摺疊相加的做法 是怎麼做呢 來看一下齁 他是先將資料的件值 切成幾個相同大小的片段 然後將這些片段相加 其總和即為我們的hash address 這基本上來講 他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你要存的這個資料 要很長 也就是他的位數很多 你位數很多的情況之下 我才可以 將這筆資料去做相同大小的 片段的切割動作 那如果說你要存放的 這個資料的數值齁 他很小 位數很小 那可是你又想要用 這種所謂的摺疊相加 這種folding address來做的話呢 那此時你可以對這個數值 去做取平方 或者是取立方 或者是取四次方 取五次方都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數值的位數 拉大以後 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後 把這些切割完的片段 去做相加的動作 這樣也可以達到 我們所謂的摺疊相加的效果 也可以達得到 OK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實際來看一下 這種摺疊相加的做法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摺疊相加的做法 還有兩個步驟 首先先將這筆資料 切成幾個相同大小的數值片段嘛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再將這些片段 做資料的相加 相加完的結果 就是我的page address 好 那至於說我們這邊講的相加 它的動作有哪一些 基本上它的動作有兩類 一個叫做所謂的 shift 移位的相加做法 另外叫做所謂的 bundary的 這個相加的做法 那這兩種做法 我們後面會用一個example 直接來幫各位做介紹 好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例題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組資料 要做存放 要把它存到hashtable裡面去 那這個資料叫做所謂的 12320 324 111 220 位置夠長嘛對不對 位數夠多 那這時候呢 當我今天這個位數很多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採用這種所謂的 folding addition 的這種做法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利用所謂的folding addition 去求所謂的hasht address 那我會採用前面這兩種加法 好 那首先 我要對這一組資料去做所謂的 相同大小的片段切割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要切的話呢 我一開始題目告訴你說 假設我這個片段 它的長度是 三個位元 好三個位元 也就是三個位元 三個位元我把它切一段 三個位元切一段 三個位元切一段 好 那這時候你看喔 我這一堆數字 我就去做切割對不對 好 把這個數字去做片段的切割的話呢 我可以切出哪些東西呢 我可以切出 P1這個片段 叫做123 P2這個片段叫做203 P3這個片段叫做241 P4這個片段叫做112 P5這個片段叫做20 好 那當我今天 比如說我切到後面 我這個P5這個片段叫做20的時候 因為它的位數不足3位 那此時 我就會在不足之處 它的前面的地方 給它補0上去 給它補0上去 所以說我可以把它變成020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它會不會影響 我們後續的運算結果 因為我們後面的運算結果 是要做相加的動作 所以說 我今天把它位數不足之處 前面給它補0 OK 就可以了 好 好 那你們只要知道那個20的部分 我要給它做補0的動作 這樣就好了齁 所以我把它擦掉了 來 我們現在來談第一種 叫做所謂的shift folding 也就是說 我們用所謂的移位的方式 來做相加 其實這個移位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啦 就是把 你這些 所有切出來的片段 給它排排站 把它移到相同 把它各個位數 移到相同的位置 排排站 然後去做累加 懂了嗎 所以說就是 123 加上203 加上241 加上112 加上020 全部做累加 加起來就是699 可以嗎 累加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啊老師 如果累加起來 出來的結果是 4位數怎麼辦 最高位數捨位就好啦 當然啦 你捨位 如果說你覺得捨位 你覺得 就不敢 這麼辛辛苦苦求出來的 4個位數 不用很可惜 你也可以把多出來這個位數 往後加也可以啊 就跟我們之前在那個 在計算機概論裡面 在談那個位數 超過時的一些 處理方法 其實是一樣的啦 所以說 如果說你今天累加起來 超過位數的話呢 那你多出來這個位數 看你要捨位 還是要加回 其他的位置 都可以 Anyway都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 shift folding 他只是將這些切出來的片段 把他 位置排排站 好 擺經衛對擺經衛 實經衛對實經衛 各位數 各位數 好這樣排起來 累加這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shift folding 沒什麼了不起 OK 好 那我們來談另外一個 叫做所謂的 Folding at the Boundaries 基本上啊 另外一種 Boundaries 所謂的邊界這種做法 有點類似像人家講的 阿甘甲 在折甘甲 什麼意思嗎 你就把這一串數字 把它當成一串甘甘甲來看 你看喔 我原本的數字 是不是這麼長 123 203 241 112 20 對不對 這麼長嘛 好 那我由前往後 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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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位數這樣來做 切割 切到最後 後面的20 我說過 給他前面補個0嘛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這時候我該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以 這每一個儲存根 我該去做一個 那個折疊的這種工作 把它去做一個折疊的工作 把它像折甘甲一樣 把它折斷 所以說你看喔 我一開始啊 我現在比如說 我後面的這一串數字 我用一個紅框框來做 表示齁 當我今天這個紅框框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給它 阿甘甲 把它阿過來 阿過來之後呢 它的甘甲 是不是就長得像這樣子 橫過來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此時203 它一折過來之後 是不是就轉向了 變成302 對不對 原本203嘛 一折下來之後 是變302 那我 你折到這邊之後呢 我再把現在 左手邊這個地方 再把它阿過來 阿過來之後呢 我這邊是又變241 對不對 我這個地方是又變241 對不對 那我這個241 此時我再給它阿過來嘛 再把它折過來 折過來的話呢 原本112是變成211 懂了嗎 它整個位數顛倒了 了解意思嗎 OK 好 那我整個這樣 再折過去之後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變這樣子 好 那我最後再把它阿過來 是不是就變成020 可以嗎 好啦 如果你們看不懂 折刊字的這種做法的話呢 你只要知道啦 第二個位置 第四個位置 第六個位置 第八個位置 它的數字的排法 會跟原本的排法 偏倒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是最快的判別方法啦 好不好 這是最快的判別方法 OK 好 所以說 當我今天甘蔗折完以後 當我今天甘蔗折完以後 我就要對這些數字 去做相加 123加302加241加211加020 加出來的結果就會變成 897 這就是我的 page address 所以說 做法不太一樣 做法不太一樣 這邊是有一點這種 所謂的折疊 邊界這種 邊界折疊這種效果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嗎 OK 好 這是屬於那種 折疊相加的做法 那第三種做法的話呢 叫做所謂的 第四個啦 第四個做法 叫做所謂的位數值分析 位數值分析的話呢 它的做法是在這邊 當資料事先已知 前提在這裡喔 這種做法來講 他們所面對的data 一定是屬於靜態資料 一定是屬於靜態資料 也就是說 你所有要搜尋 或是要除的資料 都是事先已知的喔 好 當資料事先已知 則可以選定 G底R 然後分析 每個資料的 同一個位數值 我分析這個 同一個位數值的話呢 如果這些位數值 它是很集中 則這個位數 就要被我捨去 那如果說這個位數 如果它是 裡面的資料值 是很分散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就要挑選這個位置 而我挑選的位數值 會構成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 就變成我們的hash address 這段話你們可能會看不懂 看不懂沒有關係喔 我們後面馬上舉個例子 給各位看 然後基本上來講 這整個定義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是這一段話 首先當然是第一個 我的資料一定要事先已知 這是我的這種所謂的 位數值分析的第一個要件 資料是要事先已知 第二個 我是對 每一個資料當中的 同一個位數值 去做分析 這是第二個重要的地方 第二個重要的地方 是在這裡 那這邊來講 它有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GDR 基本上來講 我這一段話 我是從我們那個 資料結構 有一本聖經本裡面 去把這個方法的定義 把它摘錄出來的 然後 不過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找過很多 其他的資料 並沒有這一段話 什麼可以選定GDR 所以說 我個人認為是說 那一本書 他可能是擔心 他所處理的資料 他的基底都不一樣 有的可能是 十經位 有的可能是 十經位 有的可能是 八經位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要選定一個共同的基底 去做轉換 轉換完之後 此時 我再對我的資料 去找所謂的 Hash address 這樣可以嗎 OK 基本上你在很多其他的書 你根本看不到中間這段話 什麼叫做 選定基底字 根本看不到這段話 基本上他主要的重點只有兩個 一個是 你這堆資料 一定要事先以知 第二個 我要對這些資料的同一個位數值 去做分析 去做分析 好 至於說怎麼分析 現在馬上教各位 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邊 比如說有這邊 1234567 有七個人的電話 有七個人的電話 我想要把這七個人的電話 擺到我們的 Hash table裡面去 那我該怎麼擺 那我該怎麼擺 你看喔 這七個電話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把每一個位數 去做個別的分析 那你看啊 我們前面的兩個位數 是不是 是所謂的區域號嗎 那區域號嗎 顯然嘛 我前兩個位數 因為他是區域號嗎 那目前這些人 都是居住在台北市 所以說他的區域號碼 全部都是02 那所以說呢 你看啊 我前面 以第一個這個位數值 來看的話呢 是不是大家都是0 對不對 大家都是0嘛 代表說我這邊 我這個位數的資料 是很集中 因為都是0 所以說 此時 如果說這個位數 是很集中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位數 就不能把它當成 我們的 Hash address的一份子來看 所以說 0這邊 這個位置 我們就不去挑選他 所以說這個位置 我們就不挑選他 來 那我們接下來往後看 2的話呢 這邊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因為全部都是2 有沒有看到 這邊 全部都是2 對不對 全部都是2 他也是過於集中 因為大家都是2嘛 所以說這個地方 我也不挑他 這個地方 我也不挑他 來 我們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位置的號碼 第三個位置的號碼 是9 9 7 8 9 8 7 這三個數字上 對不對 他就 他只有9 跟8跟7 這三個數字嘛 所以說他也是過於集中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那第四個數字呢 第三個 第四個位置的數字呢 他是 8 8 6 9 8 8 他是集中在9跟8嘛 所以說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那第五個位置呢 第五個位置的數字是 487 2634 還蠻分散的喔 487 26 34 對啊 你看 那個7個數字裡面 就有6個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只有兩個4是相同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基本上 這個位置的號碼 他蠻分散的喔 所以說這個位置 就被我挑起來了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位數字 下一個位數的話呢 是776 1777 7個數字 有5個數字是一樣的 那就很集中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位數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來 接下來這個位數的話呢 是587 6543 裡面 他裡面的數字也蠻分散的 所以說這邊也被我挑起來了 這個位數也被我挑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8 6 8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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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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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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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成我第二個電話 他的hash address OK 775 當成我第三組電話 他的hash address OK就這樣沿路下來 可以嗎這是屬於位數值分析 的做法 這個前提 資料一定要已知 前提你所有資料一定要 已知OK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所挑出來的這個 結果的話呢我這個hash hash address的做法來講我所得到 這些hash address基本上來講 碰撞的這種次數 就幾乎是趨近於零 幾乎啦不敢說百分之百沒有啦 幾乎趨近於零啦 OK很低很低 應該說很低很低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 好那基本上這是四種 hash address的找法也就是 我們所謂的hash function的設計方式 來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前面介紹過四種不同的 hash function的設計方法 可是不論你這個hash function的設計方法 再怎麼精良 除非你所有資料是事先已知 否則的話呢基本上來講 你collision就是我們講的 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當你今天碰撞次數如果 一多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能會造成overflow 好如果一旦你今天有overflow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處理 因為你overflow的時候呢代表說你有一些資料 你根本存不進去了 你根本存不進你的所謂的 這個hash table裡面去 因為你要存進去的那個桶子 已經滿出來了齁 所以說這個資料你要怎麼擺 要怎麼處理 這是我們代表底下要告訴各位的齁 有四種常見的overflow的處理方式 第一種叫做所謂的線性探測 第二叫做所謂的二四方探測 第三個叫做rehesion 第四個叫做所謂的link list 或者我們給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做cham 叫做所謂的那個鏈結串列 鏈結串列 cham這種做法 來 所以說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告訴各位 overflow該怎麼做處理 來講到這邊的話呢 前面還可以吧 patch function的設計 可以嗎 很簡單齁 來我們這邊最後介紹一下 overflow的處理方法 首先第一個線性探測 線性探測的做法很簡單 線性探測的做法的話 然後呢又叫做所謂的linear open addressing 叫做所謂的線性的開放式做法 當你今天呢 發生了overflow以後呢 則你一群的hx加1 hx加2 一直點點點 一直到hx-1 也就是到原本的那個位置的前一個位置為止 你做逐步的搜尋 直到遇見有空的bucket的為止 或者是說你今天搜尋完一圈 找不到空的bucket 你也停下來了齁 代表你整個hashtable已經存滿了 已經存滿了 沒有辦法再繼續做store 存放的這個動作 我們今天用一個圖示 來教各位齁 比如說我們現在 有一個資料是存在 這一個藍色的這個桶子裡面 而且這個桶子它只有一個slot 它只有一個槽 好那接下來 如果說我接下來又要擺另外一個資料進去的時候 可是問題是這個資料 剛好要擺在同樣的這個 你剛好又要進入到 又要存放到這個綠色這個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因為裡面已經有資料了 所以你發生碰撞 那這個時候 因為你只有一個slot 所以說 你發生碰撞 同時它也是異位 那此時我就去找其他的位置了嘛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的找尋方式就是往下找 繞一圈 等於是嗎 就用線性的這種做法 從 由下往下找 這樣 加1加2加3加4 沿路往下找 找到底之後呢 我再回過頭 從第一個位置 重新開始找 這樣子可以嗎 OK 那我這樣一直找 找到就是說 欸有一個空的桶子 可以塞資料 或是說我已經繞一圈了 完全找不到空的桶子了 基本上這兩種情況 其中一個 都會讓我們停止下來 這樣子可以嗎 這種做法很簡單嘛齁 你就用線性的方式去找 一定可以找到 你要的那個 那個空的bucket 或是說你真的找不到 好嘛 就標準了嘛 OK 好 那這個基本上來講 這種做法 其實它會有它的問題存在 那這個問題的話呢 我用後面這個實例 來教各位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 有sense一點 來 我們來看一下齁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 hashtable 有一個雜証表 這雜証表裡面的話呢 它有11個桶子 11個bucket 那這11個bucket 這個它的編號是從0 一直編編編 一直編到10為止 然後每一個bucket裡面 只有一個槽 只有一個槽 好 那這邊來講 我假設我今天有一個hasht function 這hasht function 它是用mode的方式來做運算 xmode11 因為我有11個bucket 因為我有11個bucket 所以我mode11 而且這個11的話呢 它也是一個直數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當我今天 有這個hasht function之後 如果說我今天擔心 有碰撞發生 那我今天就採用 所謂的線性探測的做法 來去避免掉 所謂的這種overflow 或是我們講 處理overflow的情況 來 這個時候底下 我給你一組資料 叫做56 33 21 22 27 38 17 你如果說 這一堆資料 你依序做 資料的存放 把它存放到hasht table 裡面去的話 你會得到 什麼樣的結果 好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首先第一個 我知道 我有11個桶子 而這11個桶子的編號 分別是從0 一直到10 ok 而且每一個桶子裡面 只有一個槽 只有一個槽 所以說代表說 你每一個桶子只能存放 一筆資料 只能存放一筆記錄 好 好 那這時候 比如說我們存放 第一個資料進去 第一個資料叫做5 對不對 第一個資料叫做5 那我們這邊的hash function 是什麼呢 是不是xmod11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5mod11的話 比例數是多少 5啊 對不對 那代表說 我5這個數字 它會存到第5個bucket 5這個編號 這個bucket裡面去 對不對 好 所以說5 這個資料 會被我塞到 5這個bucket裡面 這沒有問題嘛 好 那我接下來進入 第二個資料 16 16mod11的話呢 我的hash address是多少 還是5啊 對不對 所以說是不是發生碰撞了 對不對 撞在一起啦 而且這個時候呢 overflow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這個桶子裡面 只有一個槽 我只能擺一個資料 所以說 16這個數字 我就要往下做搜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往下一個 6這個位置 它有空格 好我就把這個16塞進去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接下來33咧 33的話呢 我把mod11之後呢 得到的余數是多少 0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就把33塞到這邊 編號為0的這個桶子 我把它塞到編號為0的這個桶子 好 那接下來21 21mod11的話呢 結果是多少 10啦 10啦 好不好 所以說你看喔 我21mod11之後呢 我是 出來的結果是10 代表說我這個 21這個數字 我會存到 第10個桶子裡面去 編號為10的這個桶子裡面去 這樣子 可以齁 好 那我接下來是什麼資料呢 22 22這個資料進來之後 把mod11之後 會得到0 這個結果 代表說22 這個數值 我要把 往第0個這個bucket裡面塞 但是第0個這個bucket裡面 已經有資料啦 碰撞發生 而且它是overflow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從這個桶子 往下找 看一下有沒有空的桶子出來 好 那你看喔 因為剛好我發現到 往下找之後 編號為1的這個bucket 它剛好是空的 所以我就把22 塞到這邊來 OK齁 好 那接下來是27 27 mod11的話呢 是多少 5 對不對 mod11的話呢 它是5 所以說這個時候 我又剛好 又跟前面的資料 撞在一起了 跟我 編號為5的這個桶子裡面 只要又撞在一起了 而且又是overflow 好 發生overflow之後呢 我要往下做搜尋嘛 我要往下 收1格之後 結果第6個桶子 跟你講 有資料 不好意思你不能放 好 又是overflow 怎麼辦 再繼續往下找嘛 那這個時候我找到第7個桶子 欸空的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把27 擺進來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好那接下來38咧 38的話呢 我把mod11 結果又是多少 還是5啊 這個桶子實在是很熱門 你看喔 38這個資料 mod5以後 mod11之後 它得到了 hasion address還是5 編號為5這個桶子 結果一塞 欸 它是有資料的 所以我要繼續往下找 往下找一個 這個桶子還是有人住啊 那怎麼辦呢 繼續往下找嘛 再往下找一個 結果下面這個桶子 還是有人待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繼續往下攀 往下攀的話呢 欸 底下第8 編號為8的這個桶子 沒有人住 好 我就把它塞進去 我就把它塞進去 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 17擺進去的話 17的話呢 今天mod11之後 得到什麼結果 6嘛 代表說這個17 它要擺放到 編號為6的這個桶子裡面去 但是編號為6這個桶子 現在裡面有住人了啊 有住人了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是沿路往下找 看看說有沒有空的桶子 結果讓我找到 編號為9的這個桶子 沒有人住 所以我把17 塞進去 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說從這個例子來講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講所謂的線性探測的做法 基本上它就很簡單 反正沿路往下做搜尋 看看有沒有桶子是空的 反正我整個繞一圈之後 回到我這個位置的前一個空間 如果都還沒有空的bucket的話呢 拍誰 代表說這整張hashtable 滿了 你再也沒有空間 可以做資料的存放 這樣子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那我們要繼續往下看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呢 你們有沒有發覺到一件事情 基本上這種做法來講 它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為什麼 因為在hashtable裡面 容易形成資料的群聚 所謂的clusting這種現象 那此時如果說 你要對這樣子一個hashtable 去做所謂的資料搜尋時 你的search tag會增加 為什麼呢 請你們看一件事情 在我們這張hashtable裡面 你會發覺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這個hashtable裡面 有一個clusting存在 什麼clusting呢 就是這個紅色的部分 這個紅色的部分裡面的 5 16 27 38 基本上來講 他們去mod 11的時候 都會得到相同的數字 都會得到相同的一個數字 什麼數字呢 5 代表說他們是屬於5 這個部落的啦 OK 好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我現在想要去找 原本屬於位子6子的這個資料 原本屬於 原本應該屬於位子6的這個資料 應該是17 但是這個17 被這個clusting 被這個部落擠到下面去了 有沒有看到 原本這個17這個數字 它應該是要在位子6才對的啊 應該是要在編號為6這個桶子才對的啊 可是它被硬生生 被這個部落 反正 我部落人多嘛 你只是那個流浪的孤家寡人一個 我就把你擠到後面去 那這時候你想想看 你看我將來要做資料的搜尋師 因為我一樣是透過這個hash function 去做資料的找尋 可是 當我今天想要找17這個資料 時候 我從這個hash table 這個桶子 一早發覺到 它不是我要的資料 我就開始 我就要開始往下翻山越領這樣找資料 我就往下翻山越領這樣找找找找找找找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今天在這張hash table裡面 有很多的部落存在 搞不好你這17這個孤家寡人 可能被擠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你可能翻過這個城鎮 翻過這個小溪 翻過這個高山 你才會得到你要的data 所以此時你的search time 就會變得很大很大 就會變得很多很多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喔 所以說基本上來說 我們這種線性探測的做法 優點簡單 它這樣依序往下找 應該可以找到我要的桶子 找不到就算了齁 可是這種做法最大的缺點是 它容易形成clusting 容易形成clusting 你一旦clusting形成 而且這個hash table裡面 clusting很多的情況之下 你在搜尋某一些資料時 你的search time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大 這是屬於這種 overflow處理方法的缺點 這邊可以接受嗎 這邊可以接受齁 所以我們往下講 既然我們知道 線性探測這種做法 有這種缺點 那我就盡量 把這個部落打散掉 我就不要把它 人聚在同一個 同一堆裡面去 我就把它給打散掉 那打散的做法的話呢 基本上 是我們這邊好 二次方的探測做法 那二次方的探測做法的話呢 你們看一下定義齁 我為了要改善前面 那個clusting的現象 那當我今天hash 我今天這個hash 發生所謂的overflow的情況時 則我探測hx加減i的平方modeb 我就用這種方式去做所謂的 那個其他空間的探測的這種方法 那此時 此時這個b的話呢 是我bucket的數目 你有幾個統治 那這個時候你的b 就是那個統治的個數 好 好 那這個i的話呢 它是介於1 到b-1除2 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i的話呢 是從1 一直介於b-1除2 這樣幾個範圍裡面 好 那這種做法 我們怎麼做 待會後面有一個 實際的例子 告訴各位 我先把它的概念 告訴各位 假設今天有一個圖示在這邊 比如說 我今天有一個資料 塞到這邊來 結果發揮到 有overflow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 我先取1的平方 因為我這個i的範圍 是從1 一直到某一個數值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時候 我i的話呢 我一開始先從1 來做運算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這個hx 當我今天有碰撞的情況發生的話呢 我就取x加1的平方 也就是說我可能取下一個位置 去照看說 這個統治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不為空的情況之下 我再去找hx-1平方的這個位置 它可能就是這個位置的上面這一個 ok 那如果說這兩個位置都不為空的情況之下呢 我這個i就取2 就取2 那2的話呢 i的平方式就變成4 那所以說我hx我做加4跟減4的話呢 我就可以對下面的位置 上面的位置去做這樣資料的搜尋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 我的資料就不會集中在一起 我的資料會分散掉 我的資料會分散掉 ok 他比較不容易形成所謂的clusting 好 那我們這邊先把他的處理概念先講給各位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未來 不是未來 那個下一次上課 我再跟各位用一個實力來講解說 這種二四方探測是怎麼做的 按一下 我來講解說 我希望你能及待一下 我來講解說 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